随着肺炎的疫情全球蔓延 第一线防疫医事人员夜以继日 在为民众的健康占纲守护 花蕾的知名名产业者真机麻吉 他就率先了送暖到前线 准备6000多份点心礼盒 制证给全线新老的防疫医事人员 由卫生局长朱家翔代表接受 期待防疫团队和民间可以携手其心对抗疫情 防堵肺炎疫情 第一线防疫医事人员日以继夜 为守护民众健康奋战不屑 花蕾居民的民产业者真机麻吉 感谢医护人员辛劳 特别致证的点心餐盒 为第一线防疫人员来交打气 医生和护士本身就很辛苦 尤其他又面对病人有情绪 或者家人有一些不满 就是觉得他服务 医事服务不太好 就会对他起一些冲突 再加上现在是一个 比较充分表达的一个社会 所以互换医事还有包含服务人员 那其实很辛苦的一块 但是因为这医院都是充满病毒的地方 所以他就处在一个 非常危险高危险群的一个场所 所以这一次 这个武汉病毒 虽然目前造成台湾还不是非常大的冲击 但是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 所以站在一个地方企业为地方做事 是一个能够代表我们的心意 并且慰问他们是 至少我们个人和企业的一个 感谢他们和感恩他们 在这段期间的付出 卫生局长朱家强表示 从疫情开始 卫生局就牺牲假日和休息时间 掌握疫情趋势 规划完整的防疫策略 整合全线防疫治疗提供防疫物资 全力防堵肺炎在花莲发生 也很感谢有企业可以对这群辛苦的 医事人员表达关心 真的在这段时间 我们医护团队真的非常辛苦 那大家 我想在这个 虽然说我们对疾病是很了解 但是不管如何说 这个医护人员染病的几率是 因为跟病患接触最多 所以染病机会最高 所以我想内在的压力其实都蛮大的 那我们都每个人还有家人 所以我相信他们的工作的情况 内在的压力真的很大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 这个就是别的县市 有些对医护人员 甚至订办都有排斥 所以那董事长能够在花莲率先 然后将你们最好的这个 增技的产品 来给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 然后所谓医疗单位第一线人员做慰问 这是事实上无限的感恩 谢谢 花莲增技麻鼠 准备了6000多份的点心礼盒 委托卫生局协助分送 另外只要是医疗人员 医护人员 医事人员即日起到4月30号 前往增进麻鼠消费 就可以想特别的优惠 希望可以表达 对医护团队的感谢和敬佩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